分居八年 马女士一个人独自支撑起了这个家 一个人赚钱照顾生病的儿子 丁先生俨然就像个甩手掌柜 您以上两个人是夫妻 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 马女士的内心对丁先生积攒的失望 早就聚杀成塔 可丁先生无知无觉 八年后打算回归家庭的塔 带来的是近百万的莫名债务 对于马女士来说 这种故意是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他对我那个不好也可以 对我女儿不好也可以 那儿子是你亲生的吧 我看不到希望 他对我儿子也不好 所以我就不想跟他继续下去 作为一个父亲 你说我怎么得给儿子这么这么着不好 他是一直在玩家书 我也没一直一直接触他 还怎么对他 偶尔我只是问问行 打个电话 偶尔我也打个电话 你说我还怎么着 本身在经济上我没有 门市都给了你了 你都挣钱 我本身我就 我就是负债就出去了 我挣钱也没挣牢 你说我怎么着呢 经济支援 你不经济支援 你可以那个 给儿子说个洪一电话 一直咱们两个一直 我出去以后我就光 我就是借钱 没有钱还有爱 我每个月就给儿子打个电话 我还怎么着 我亲亲抱抱的 他那么大 他怎么着就爱 你所能理解能给儿子的就是这些了 是吗 我还有什么样给儿子 我能理解他怎么想 如果你说你能理解他内心 对你是有这样的一分 你说怨言也好 或者说不满也好 那怎么去改变这个现状 这八年你考虑过吗 你觉得自己做得怎么样 我做得不到位 所以就回到了最终的这个问题 在这样的一种情感关系下 他们怎么接受 替你来承担债务 凭什么接受 仅仅只凭你们的夫妻关系 这八年来 名存失望的夫妻关系 仅仅只凭你和儿子的父子关系吗 我儿子已经22了 你不可能说什么都没有 你已经赔那么多了 你再把这点一套房子 再给我儿子搭进去 那我儿子还有什么样 你的那个洞填不满 儿子这里又成了一个黑洞 对 丁先生会担心这个问题吗 我努力地挣钱 努力地挣钱 我也是值得这么一事 我担心 你也只能先解决眼下的困难 我没一段路走啊 我没钱 只剩这一条路了 我有信心能换完 丁先生被债务逼得走投无路 拿房产抵押还债 是他唯一的希望 可房产在儿子的名下 马女士又提出了离婚 感情危机加上债务问题 让今天的这场调节 变得有些错综复杂 他们该怎样才能找到 未来的方向 未来的方向